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8月2日 傅明尼斯厄斗山渡市 本周二清早 第20轮巴甲最后一场比赛将在山渡市与傅明尼斯之间打响 山渡市近期逐场演出不俗 即使本轮面对强势来袭的傅明尼斯 山渡市宝和争胜大有可能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山渡市经济表现重规重矩 前19轮巴甲踢完 球队路得6胜8和5负的平庸战绩 从战绩上来看 他们如今沦为一支中游队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起伏不定的状态显然是山渡市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赛季至今 球队仅品尝过一次连胜的滋味 而且还是在开季的第二 三轮 另外 糟糕的做客战斗力也是山渡市的一大硬伤 上仗做客与柯泰尼沙门战成合之后 山渡市前9轮联赛做客仅剩一场 当然山渡市金账也不缺少拿分资本 那就是出色的主场战斗力 上轮联赛主场凭借巴迪斯达奥和艾里安纳度的建功 山渡市二球完胜保的花高 从而取得各项赛市主场三连胜 更令球迷高兴的是 在这三连胜期间 球队更是保持后防线零湿波 即使本轮迎战来势汹汹的傅明尼斯 坐镇主场的山渡市也丝毫不惧 傅明尼斯经济表现比山渡市出色 从积分上来看 前者比后者多8分 从近况来看 傅明尼斯最近十轮联赛好取七胜二合一副的佳季 如果算上巴西杯的赛事在内 他们近十战各项赛事的战绩 更是高达九胜一合 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傅明尼斯近期火爆的状态 一点也不过分 强悍的攻击力是傅明尼斯的取分之时 近期轮联赛中他们有六战单场入二球或以上 其中攻击熟记简路更是在此期间 五场建功和共贡献六球 这位阿根廷封县老将脚风之顺可见一斑 但是稍稍对傅明尼斯不利的是 过去十次与山渡市交风球队只取胜二场 换言之不胜率高达八成 加上做客的不利 傅明尼斯金兔以力保全身而退为目标 无疑更为实际 多谢你开收听同支持 记住记住要赞我的开短片同关注我的开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